这个范例里面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 它要我们输入那个日期 输入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的话就是起始日 再来的话一个工作名称 名称的部分的话 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天数是几天 按下输入之后的话 它会在自己切换到哪里呢 切换在 Schutz的第二个 干特图 然后呢把几个项目填上去 这个要填到哪里呢 填到 填到这个日期 那结束日期的话呢 就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加三 加几天的意思 就会切到这个 自动加 看加多少 加多少 那再来的话 进度的部分的三天 比如说自动就三天 那工作名称的话呢 直接把这边的工作名称 怎么样呢 调过来 放在这里 所以其实 这个地方比较简单的部分 就是说 它其实只是切换 也就是我们可以 Shutz 有没有 Shutz 然后呢 刮虎2.slate 这样就切过来 对不对 切过来之后呢 分别把这几个项目的资料呢 分别怎么样呢 填进来 填进来 那填进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如果是三天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在这里怎么样呢 在这边呢 加上三个 三个格子给它 1 2 3 然后分别涂颜色 涂颜色 涂颜色 那涂完颜色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再切回到界面来 让它继续怎么样呢 做下一个工作行程的安排 那如果下一个行程呢 就变编号2 然后工作名称也填过来 然后呢 旗子日期也填过来 加上它的几个天 几天 那最后的话呢 再去填资料 那填几天的话呢 这边看你怎么安排啦 我是建议就是说 这个地方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看要再填上几个格子 比如说它六天的话呢 这边有六天 一直类推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 这个是完成的档案 不过 我发现这个地方 假设说 我这边的话做一个 它这个范例 这个是书上的范例 然后日期的话 我看给它2012吗 1月 今天是5号 5天按书